大家好,我是中心社记者,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沙特首都利亚德,习近平主席访问沙特的中方代表团驻地。 今天上午在这里,习近平主席与外国领导人举行密集的双边会见,就加强中国与各方的合作,做出部署和规划。 同时,今天下午之后,习近平主席将从这里出发,去往国际会议中心,参加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,以及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。 这两个峰会都是历史上的首次召开,中方也期待这两个峰会成为双边历史上的一个盛事和大事,推动中阿和中海合作,迈上一个新的台阶。